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弱化定额的这种计价作用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很多的学员呢 会误认为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取消定额 其实不是的 它不是把整个定额体系取消 而是它的核心重点啊 是把投资控制关键点前移 它是逐步停止发布预算定额 但是呢要强化对于前期的估算指标啊 概算指标和概算定额的动态管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投资管控的时点越前移 管控效果越好 所以呢 它的改革动向并不是去取消定额体系 而是对这个体系做出一些改良 因此呢 它从现行的状态来看 还是包含定额和清单 两大计价体系的 那么这一章呢 一共分六节 这个六节呢 也是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啊 第一节呢 算是个概述 整体上介绍两大计价依据和体系的 主要的内容和程序 然后呢 就分开 首先呢 第二节开始介绍它的清单计价依据 用了一节来讲清单 讲完清单之后呢 用了三节来讲定额啊 分别去讲定额的消耗量的问题 定额的人才及单价问题 和量价汇总之后的 计价定额编制问题 那么到第六节 就最后一节呢 就是认为 无论是用清单计价 还是用定额计价 它其实都是需要 相应的计价信息来作为支撑的 尤其是现在强调市场化计价 对于造价指标啊 指数啊 价格信息的依赖性 会相对更高 这是我们这一节呢 这一张六节的基本的这个架构 相对来说呢 它的分值是比较平均的 相对比较平均 从我们考核来看 相对考分稍微多一点的呢 当然也不是很稳定啊 不是说每年的分值都会很高 有的时候会略微多一点的 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 关于清单计价方法和定额中 人才机的消耗量的确定问题 这是往年的情况 另外呢 在这个第四节 人才机单价部分呢 会有一些这个计算体出现 计算体出现 但是呢 从今年趋势来看呢 随着我们造价改革工作方案的 这个颁布实施啊 有可能关于定额编制 也就是涉及到第三节 有关定额消耗量编制的内容 因为本身我们教材上 在这部分做了一些压缩 那么从考核重点上来看呢 也可能会刻意的把编定额 这部分内容呢 在考试的中卧性上 略微下降一些 但是有可能会 对于我们初上今年 尤其是在第六节 在计价信息部分 增加的市场化呀 数字化呀 信息化的一些内容 可能会有所加强 这是我们整个这一章的 一个基本情况 从我们历年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过去两年 实际上就可以了 因为17年和18年 总分是120分 对目前来说 参考性不太大 从1920来看 那么这一节 这一章的分值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100分嘛 这一章呢 占到了四分之一 虽然说很多定额内容 是很传统的内容 但是毕竟是我们 长期依赖的一种 技价依据或技价体系 并且考点又比较多 我们书上的第二章 篇幅也很长 所以呢 相对来说 它一直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考核点 都占了我们四分之一的分值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一般来说啊 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 从历年考核的情况来看 第二节和第三节 它的分值会相对的 略微多一些 第二节和第三节 分值 尤其是去年你看到 它越来越强调 清单技价的这种推广 所以去年呢 清单这一节 就考了七分 当然也不是很稳定 它不是每年的很固定的 这一张总分比较固定 但是呢 各节的分值 是不是很稳定的 不是很稳定的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六节 大体上分值是比较平均的 可能在个别年份 会略有调整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对各节内容 来做一个梳理 首先第一节 从原理上讲怎么计价 相当于是一个概述 那么从 总体上介绍定额计价 和清单计价 两个不同的计价 原理跟程序 那么从计价的基本原理上说呢 我们书上在33页的黑体字的二点 工程计价基本原理 他认为啊 从计价的原理上讲呢 有两种不同的计价方式 一种啊 相对粗略的 就是黑体字括弧一 就是利用函数关系 对拟建项目的造价 做类比框算 就是我们要对一个项目 做计价 当我们已知信息 比较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根据 呃 现在我们对这个项目了解了一定的 一定的数据 一定的信息 我们就说 以前是不是建过类似的项目呢 用类似已经建成项目的数据 来推算出 这个拟建项目的造价是多少 什么叫利用函数关系呢 就是根据已经建成的项目 找到投资额 和某一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假定这个函数关系 在拟建项目上依然适用 通过这个函数关系 来推算出拟建项目投资额是多少 所以在这部分呢 框算 它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工作 必须要找到用谁来做关键变量 去找到投资额和哪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所以我们书上也特别的强调 在34页第二行 就是框算一定是要基于某一个表明设计能力 或形体尺寸的变量 函数关系是针对哪个变量的函数关系 那么我们要掌握 到底通常会用谁 用什么样的对象来作为关键变量呢 我们书上也提到了 可能是建筑面积 或者是公路的长度 或者是工厂的生产能力等 那用这些来作为它的关键变量 建立投资额和这些关键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这个呢 是我们相对做一个粗略介绍的方法 因为这不是我们计价它的主流的方法 只是在我们信息资料不是很充分 我们用了一种这个误差相对大一些的 整体性类比推算的方法 而作为计价来说呢 我们认为比较原理性的一种计价方法 就是分布组合计价法 就是我们书上的黑体字括弧二所说的 分布组合计价 怎么对一个项目做造价计算啊 就是把一个项目进行分解 分拆分 从项目到单项 从单项到单位 从单位到分布 从分布到分项 一直把一个项目分解到一个最基本的计价单元 每一个计价单元 它配合这个计价单元的一个基本价格水平 那么最后呢 不管你是用定额计价也好 还是用清单计价也好 其实只要你的设计的深度足够深 你又足充分的信息和资料 我们书上在黑体字括弧二的第二段的第一行说 计价的基本原理 就是在于项目的分解和价格的组合 首先把项目做拆分 你分得越细 计价精度就越高 然后呢 分解之后的这个项目的数量和价格进行组合 所以呢 其实呢 造价它的计价从原理上讲 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式子来表示 就是一个项目的造价 一个项目的造价 它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首先要分解 要分解组合 每一部分分解之后 每一部分都是拿数量乘以单价 然后求和 所以说造价的计价原则 就可以简单表述为是数量与单价乘机的和 这是最能体现计价基本原理的 我们书上呢 也用公式211做了一个表述 就是不管这个项目是定额项目 还是清单项目无所谓 啊 这个你是 这是你采用不同的计价 计价规则 如分解方式的不一样 那么你的层以相应单价 这个单价是供料单价 还是综合单价也无所谓 它肯定是个单价 啊 也就是说啊 无论你是用定额计价方式 还是用清单计价方式 造价的计价原理都是不变的 只不过 你在不同的计价体系下 比方说你用定额还是用清单 它的项目的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的工程量的计算规则是不一样的 以及它采用的对应单价的内容 组成可能是不一样的 啊 就具体的每个要素内容会不一样 但是都需要这些基本要素 才能完成一个工程计价的过程 所以原理上讲呢 它就是一个数量啊 它是一个数量和单价乘机的和 不管是定额还是清单 所以从最基本的原理上讲呢 清单计价跟定额计价 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正是因为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呢 在分布组合计价方式下 那么我们书上呢 在公式211下方也提到 工程计价就分成两个环节 一个是计量 一个是组价 拆分之后 每一部分的工程量计算 以及对应于每一个单位 工程量的单价的配比 工程计量 就包括了工程项目的划分 和工程量计算 要把项目做分解 分解之后 对于分解后的每一个子目 来进行工程量计算 而工程组价 就包括了单价的确定 和总价的计算 单价就是配合一个单位 工程量 应该是一个什么价格水平 然后数量跟单价 成绩的汇总 就是一个最后总造价的计算 就书上在我们书上的 34页的倒数 第四行所说 组价就是由单价确定 和总价计算 两个部分 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涉及到 你单价的内容 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工程单价就分成了 有工料单价 也有综合单价 两种 工料单价 是我们最原始 最传统的单价里面 只有人才机 这三项费用 我们称为工料单价 当然也可以叫 人才机单价 都可以 表述不太一样 含义呢 是差不多的 综合单价的意思 就是说 在单价里面 不仅仅只有 直接性支出的人才机 还要把其他的间接费啊 甚至利润啊 税啊 也分摊到 每一个子墓的单价中去 从而形成综合单价 但是根据我们国家 目前的现实状态来看 35页下 35页第三行 就是半括括二 那一段提到 现在呢 在我们国家的 现行状态下 由于综合程度不同 又可以分成了 完全综合单价 和不完全综合单价 就综合内容是 完整还是不完整 现在呢 作为这种 不完全综合单价呢 实际上主要是 和现在的清单机架 规范所配套 我们都知道 按照现行的 一三版的 国家的清单机架 规范来看 啊 那么在 配合每一个清单项目 它对应的综合单价 是只有 人才机 管理费和利润 而规费和税 是不含在综合单价当中的 而是在一个 用单独的清单机架表单列的 所以它我们认为是个不完全综合 当然 如果你把贵费和税 也放到综合单价里面去 就会形成一个完全的 全费用综合单价 在我们现在 部分的行业和地方 实施的地方性的 机架方向当中 也有采用全费用综合单价 也有全费 所以呢 就综合单价有不同的综合程度 有不完全综合 也有完全综合 当然了 我们会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 现行清单机架规范 采用不完全综合单价呢 我们后面伴随着 对于清单机架原理的解释 我们会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用的清单的 综合单价是一个不完全单价 很多人会说 这没有必要啊 你就把规费跟税 反正规费费率也知道 税率也知道 你就把规费和那个税金 按照规定的计税 或计费方法 往单价里面一取 这不就形成全费用综合单价了吗 这多方便啊 这多简单啊 其实你要注意 我们目前实施的清单机架规范 它的这个综合单价 是不完全综合 它不含规费 不含税金 完全不是因为技术问题造成的 不是说我们把规费跟税 往里摊不好摊 不是的 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而是因为管理目的导致的 因为我们管理的需要 所以我们故意的 设计的 不把规费跟税 放到综合单价中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 再去做进一步的解释 那么有了单价之后 单价和数量 相乘汇总之后 就会形成总价 那么总价的 这个计算过程 我们书上在35页的 货货二也提到 总价的计算 可以分成 食物量法和单价法两种 用食物量法和单价法 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第三章的第三节 在讲这个预算的时候 会重点在介绍 食物量法 就是核心用市场性的价格信息 来进行它的造价计算 而单价法呢 更多的是用现有的定额基价 做基数来进行计算 那当然单价法呢 根据它的单价组成不同 又分成了 用总价单价法 也可以是公料单价法 这就是我们整个计价的 一个基本的原理 分成了分布组合 数量计算 和它的用单价 来进行综合组价的过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主要的一个要点 那么在这个原理下 我们很明显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原理公式下 我们是需要一些 基础的计价依据 去提供什么呢 就告诉我们 怎么做项目分解 工程数量怎么计算呀 以及这个工程单价是怎么构成的 这个单价到底是多少呀 它需要给我们提供这些基础数据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计价依据 书上的35页的黑体字三 那么在这里面 就是关于有一个工程计价依据的一个体系内容 我们书上35页的黑体字三下方第一段 首先它讲了一个更大的概念 叫工程造价管理体系 要实现造价管理 它认为这个体系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包括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造价管理的标准体系 计价定额体系 还有计价信息体系 这四个主要的部分 构成了工程造价管理体系 然后它做了一个很长的分析 在这一段最后一句话说 我们通常把后三项 就是不算法律法规 这个把它排除掉 后三项称为工程计价依据体系 下面分别重点的对这三个内容 什么是标准 什么是定额 什么是信息体系 来分别做了介绍 那么这些内容呢 从考核来说 最主要的是黑体字一点 工程造价管理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里面的考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分成了五大类的 有基础标准 管理规范 操作规程 质量管理标准 和信息管理规范 那么在每一类下 都包含很多具体内容 那么这时候呢 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常见的考点 就是分类的标准 和分类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 就按什么分 分成什么 考核的时候呢 就把这两个 要么一个 要么做题干 要么做选项 反正就考核这个分类的标准 分类的这个依据原则 和基于这个原则 分类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 所以我们要分得清 谁跟谁是一家的 谁跟谁是一对的 要注意分清楚 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也不建议去背 你掌握这个划分逻辑 就不难 那么第一个叫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呢 说白了 就是对于造价计价最基本的那些国家标准 也就是说都是一些国标 都是一些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当然可能是强制性的 可能推荐性的 并且这些国家标准都是最基础的 什么叫基础的 说白了 在造价基础里面最基础的标准 都应该是和造价构成有关系的 就先把什么是造价说清楚 造价里面谁是谁说清楚 所以呢 这个里面主要是两个国家标准 一个叫工程造价数语标准 就是造价里面每个它什么意思 我们先把它统一起来 别你说的造价跟我说的价 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你说的是投资 我说的是成本 咱俩对不上茬 不行 所以造价有一个数语标准 另外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的 有建设工程 计价设备材料划分标准 就是在计价的时候 到底谁算设备 谁算材料啊 我们得分得清啊 别两边都算的 算漏了 或算虫了 所以这些都算是基础标准 它描述造价最基本的内容 最基本的定义 和最基本的划分方式 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础标准 而第二类呢 属于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呢 也大量的都是国家标准 或者是一些行业和部门标准 叫管理规范 其中最主体的 就是我们一三版的 我们说十本规范 一本清单计价规范 还有九个专业的工程量计算规范 就是一三版的十本规范 都属于管理规范 都属于管理规范 同时还会涉及到 有造价咨询规范 造价鉴定规范 以及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等等 这都是一些国家标准 这都是一些国家标准 就是怎么算量啊 怎么算价啊 怎么做造价业务啊 那么这就是通通属于管理规范的内容 这个基本上这个当中都是一些国家标准 当时呢 在一些比方说 这个水利啦 或者一些水运工程当中呢 它会可能出现一些行业性的 这个计价或计量标准 计价或计量规范 行业性也算在这个当中去 第三个是操作规程 注意 操作规程的内容啊 就不是记闭了 不是国家标准了 而是行业自律性的规程 操作规程 基本上都是由中价协为主体发布的 告诉你们啊 所有的造价活动应该怎么去做 那么呢 这些规程呢 实际上就是沿着全过程计价的思路 有估算规程啊 盖算规程 预算规程啊 招牌控制价的编程 结算的规程 决算的规程等等 那么就是全过程计价 每个计 每个活动 计价活动应该怎么做 是行业的自律性的规程 另外一个叫质量管理标准 质量管理标准呢 它也是由协会发布的 它和操作规程的区别是什么呢 操作规程是说 这个活怎么干 它描述的是个过程性的 而质量管理标准 也是协会的自律性规程 但是这个是描述结果的 就是你做了一项造价工作之后 它的成果要满足什么要求 因此这个质量管理标准内容 主要是包括了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 就是你的干完活动之后 你到底这个成果上 要满足什么样的 达到什么要求 最后一个 信息管理规范 因为我们讲的市场化的问题 信息化的问题 信息啊 注意啊 其实呢 信息这个词不是个新字 它是个老词 我们很早之前 就是你所有的活动 积累下来的那些东西 都可以叫信息 但是呢 我们要提 信息化是要体现出信息的价值 信息要体现价值啊 我们一般强调 这个信息一定要是可以交换的 就是在不同处理之间 能够做信息的流通 信息的交换 它才会有价值 那么信息要可交换 它就必须要标准化 就是我给的信息 你拿到之后 你能直接用 就是你了解 我这个信息描述的边界 和这个信息里面包含的 基本的结构 和这个数据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明确 信息交换之 信息交换时候 我们要给出它的数据标准 所以呢 所有的信息管理规范 其实都是去定 这些数据标准的 就你说的人工单价 跟我说的人工单价 必须含义是一样的 我们才可以交换 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一天200 我说我一天80 怎么差这么大呀 因为我们说的 这两个词是一样 含义完全不同 就没法交换了 因此这种数据标准 是主要是我们近年来发布的 一个是建设工程 人工材料设备 机械数据标准 人材机的价格 人材机的数据 它的标准的格是什么样 以及建设工程造价 指标指数分类 与测算标准 这个是我们18年的一个 比较新的标准 我们现在的教材上的 本章第六节 讲机架信息 里面的指数 指标内容 主要也是按照这个新的标准 来进行阐述 所以这个 在工程管理标准里面 在工程管理标准里面 这五大类的 五大类的这个内容 什么叫基础标准 什么叫管理规范 操作规程等等的 他们各自包含的内容 应该要注意掌握 他们之间是有一个 彼此的对应关系的 而机架依据里面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工程定额 这个部分内容的撰写 在今年书上做了些调整 就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 这种发展趋势 那么定额有消耗量定额 也有机架定额 现在我们明确 就是定额还有没有 当然还是需要的 并且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现在我们很强调 定额的前期的投资 管控目标制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书上也强调 计价定额的作用 主要是体现在 前期造价预测 以及投资管控目标的 合理设定 而随着它的交易的进行 定额的作用将逐步的弱化 因为后期的价格的约定 形成实施 结算 主要依赖于市场价格 信息进行计价 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现在我们强调 这个38号文 在改革方案里面 会强调逐步停止发布 预算定额呢 其实是 其实它就是 伴随这个交易的环节的变化 因为现在 我们大量的项目 其实为了我们的 这个建设目标的变化 尤其是我们EPC啊等等啊 多种建设方式的 这种新方式推出啊 其实交易的时点 也在前移 也就是说这个预算的这个东西啊 它的作用越来越模糊了 以前我说的很清楚 预算一定是一个 作为发包人的造价预测的部分 预算谁做 甲方做 找一个或找第三方做 它以受一个比较精确的造价预测 但是现在呢 这个定位越来越模糊 为什么呢 大量的项目交易发包 都是在预算之前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还用预算定额去编预算 其实就和它的交易时点的变迁 是有点相悖的 有点矛盾 也就是说你一旦交易 就已经纳入市场 已经纳入市场之后 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通过交易 通过它的双方的市场的价格信息 来自主决定的 那么它之后 你再用预算定额去编预算 这样的一种设置呢 是有一点小问题 是有一点这个前后环节没打通的 所以佐伯家才基于这个形式 在说逐步的停止发布预算定额 佐伯的目的就在于 其实从预算这个阶段开始 施工图的阶段开始 如果你是在交易之后 才形成了施工图 才形成预算 其实这个预算也应该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 来由市场主体来进行计价 而不完全依赖于我们计划性的定额来进行计价 但是呢 这个配合这样的逐步取消 或逐步停止发布预算定额呢 我们38号又强调 前期的作为设定投资控制目标的 盖算定额呀 盖算指标啊 估算指标还要进一步加强 把它动态更新 让它更符合实际 让我们投资管控的目标的设定更加科学 以达到我们全过程管控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更深层面上去理解 38号文对于定额这个东西的一个属性定位 依然作为前期管控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和手段 而后期的在交易之后 主要依赖市场价格信息 来形成它的工程造价 这是关于它的定额的一个内容 那么计价信息呢 就是它的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第六节的重点讲到 它包括了建设工程 人工啊材料啊设备啊 计价格信息 以及各类的造价指数指标等等 都属于计价信息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工程计价依据里面的三大块啊 体系里面三个部分 重点是第一部分 工程造价管理标准 当然我们说的是从考核 从考点上说 主要内容是工程造价管理标准这个内容 下面我们看一些考题 说关于工程造价的分布组合计价原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分布分价工程费是用基本构造单元贯量 乘以工料的 这个表示不是不准确的 因为分布分价工程费呢 它这个里面的最后的这个单价 我们当然可以是工料单价 但一般来说 我们这会解释相应单价 你可以选择工料综合单价 都是有可能的 工料单价是人才机单价 这个不对 这个人才 这个是人才 它工料单价里面是包含着人工价格 材料价格跟基础价格 但是我们不能把人工单价叫工料单价 这是不正确的 基本构造单元是由分布工程适当组合而成 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 基本构造单元是由分项工程组合而成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D 总价是按规定程序和方法 逐级汇总形成的工程造价 就是用一个分布组合计价的足迹汇总过程而形成 所以答案应该是D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分析过的各个答案的一个问题 工程单价里面是包括人工材料和机具 和这个机具使用费 它这个里面除了 它应该是相应的人才机的消耗量 和人才机单价的成绩的总和 才是一个单位工程量的工料单价 所以呢 说工料单价就是人才机单价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是不准确的 关于建设工程的分布组合计价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适用于没有具体图样和清单的建设项目计价 这个是不对的 那是不准确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具体图样和清单 其实就不太适合用分布组合计价了 那只能用整体推算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应该用的是更多的用框算法 是要求将建设项目细分到最基本的构造单元 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按照最基本的构造单元 然后计算每一个单元的造价 然后再合计 那么利用产出函数进行 利用产出函数进行计价 这个说法呢 不准确 因为它不一定利用的是产出函数 它可能是函数关系 这个函数关系的变量可以是产能 也可以是建设面积 也可以是长度 也可以是什么 都可以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产出函数 而答案D是说反了 它应该是自下而上 由细到粗的这么一个汇总过程 所以呢 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B 正确正确正确答案 应该是B 那么在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刚才我们都对每个每个方 每个答案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接着解释 机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一个分布组合机架的过程 那么根据分布组合机架原理 单位工程可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分解为分布工程 这个是我们书上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的考的平次不算太高 但是呢一旦考到的话呢 它的迷惑性啊比较大 因为呢不太好分 就是把一个单位工程分解到分布工程 和把一个分布工程分解到分项工程 在分解的依据上呢 有些是重合的 有些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书上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单位工程是按照结构部位 路段长度 以及施工特点 把它分解成分布工程 还有施工任务 而然后分布工程是按照不同的施工方法 材料 工序 路段长度 再把它分解为分项工程 所以根据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到 单位工程分解成分布工程 是依据结构部位 依据路段长度 依据施工特点 但是这两个都不对 材料和工序 是一般是把分布工程 在分解到分项工程的时候 采用的分解依据 所以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ABC ABC 这是我们的一个 关于这个计价的原理和依据的部分 那么呢 我们说了 不管是这个清单还是定额 它都是用基本上 类似的计价原理来计算的 下面我们书上呢 在37页的黑体字四 在工程计价基本程序当中 就介绍了 用定额边该预算 是一个什么基本程序 以及用清单来计价 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程序 由于呢 我们会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 专门讲概算和预算编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再作为主要内容 在这 在我们的第二章第一节 主要是对38页的黑体字括弧二 清单计价基本程序来做一个介绍 我们书上在这个38页讲清单计价基本程序呢 实际上是把清单计价分成两个步骤 一个是编清单 第二个是利用这个编制完的清单来计价 就是图212和图213 这两个图里面呢 分别都是有考点的 并且一些内容呢 在我们今年书上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首先呢 我们这个图是一个清单编制的图 这个图的基本逻辑呢 很简单 就是根据招标文件里面那些信息 我们就把清单里面所需要设定的要素 一个一个明确 这就是我们清单的里面的表格的五个要素 名称 编码 特征 单位 工程量 一个一个确定出来 我们的清单就编完了 但是呢 这个这个逻辑主线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对于这个图来说呢 考点啊 其实呢 并不在这个逻辑主线上 考点是在这一上一下 这两个支撑性依据上 就是这些名称编码 特征 单位 工程量 到底由什么来确定呢 尤其是上面这个方框 根据图纸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规范 研究规范 根据它能够确定清单中的什么内容呢 注意 它在 跟上面这个依据 确定清单 它只是确定清单中的某一部分内容的时候 需要用到图纸 规范 施工组织设计等等 它只和名称确定 特征确定 工程量计算有关系 而编码的确定 单位的确定 是不依赖于图纸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规范 而只和清单计价 和工程量计算规范有关 下面这个依据 对五个要素都有支撑性 上面这个依据 只对其中三个要素有支撑性 这个是我们考核里面 常见的一个考点 清单编完之后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清单来计价 我们书上是图213 我们一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这个图里面的点在哪呢 这个相对并不复杂 首先我们是用一个分界线 把一个清单计价 分解成了两大阶段 一个是在发承包阶段 一个是在施工阶段 那么很明显发承包阶段 是招标人跟投标人 各算各的 各计各的价 那么一般来说 招标人计的价 叫最高投标限价 而投包人计的价 叫投标报价 他们都要遵循一定的依据 这个里面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在最高限价跟报价当中 他们的组价依据 基本都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报价当中 会多一项企业定额 会多一项企业定额 另外今年书上 还有一个变化 因为呢 在根据38号文件啊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导向 中国的规则 就是取消按定额编制 最高投标限价的规定 就是说最高投标限价 不应该按照我们定额来编了 或者不应该的统一定额来编了 所以我们书上呢 在这个编限价和编8的时候啊 就回避了我们过去书上讲的 什么国家行业地区的统一定额 回避了这样的表述 而转而表述为是 统一的计价依据标准和办法 回避了用统一定额 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述跟字样 这也是统一的计价依据标准和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明确不让你用 统一定额来编最高投标限价的 这是他的这个发承包阶段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另外就是施工阶段 在施工阶段很明显 计价活动单方是不能完成的 所有的计价活动都是由乘发包 双方共同配合完成 包括什么呢 包括计量支付条价和结算等等 这就是我们清单计价活动的基本的内容 清单计价活动基本的内容 在我们书上呢 39页就明确了清单的一个组价过程 从服务分享费到措施费 其他费归费税金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清单方式下的一个总的一个 造价或总的一个报价 而我们都知道 在清单方式下的基本原则是 就清单项目发包人提供数量 承包人就发包人提供的数量 去组相应的综合担价 在这个里面 我们书上在39页 公示2116下方的一段 专门提到 对于综合担价的一个内容表 内容的一个描述 综合担价是什么 综合担价是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 所需的人财机的费用 以及企业管理费利润 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实际上对于这句话呢 我们有几个要点要给大家明确 首先很明显的是 刚才我们提到了 在现行的清单计价方式下 综合担价是一个不完全担价 不完全综合 只有人工材料 机具管理费和利润 而没有归费 我们明确 无归费和税金 并且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归费跟税现在没有把它放到 这个综合担价里面去 这不是一个技术性考虑 而是一个管理性考虑 简单的说 其实后边还涉及到 综合担价 投标人报的时候 有着五个要素 还要考虑一定范围的风险费用 换句话说 投标人报的价 报的价当中 投标人是要承担报价的风险 或者说一定范围的报价风险 承担的方式就是 它在一定程度内的 如果有变动 有变化 是不能调价的 是按照你的报价去结算 就是承包人要承担自己 报价的一定范围的风险 而我们认为 归费和税的变化 通常是投标人 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是国家的政策 法律的调整变化所引起的 因此如果把归费跟税 也放到中华三亚里面去 就可能会产生风险分担的一个混乱 就是投标人明明承担不了 或者他不应该承担 这个归费和税的风险 你还要他把归费跟税 含到中华三亚里面去 这会造成一个风险分配的不公平 或者不合理 或者造成未来结算的时候的一些 不必要的纠纷 所以我们在03、08、13版 这三版规范里面一直坚持 归费和税 是拿出来单列的 这个拿出来单列 其实就隐含着一个风险分担的思想 就是这个归费和税的变化 风险应该完全由 发包人 或者说由招包人承担 这就是我们解释的 为什么现在中华三家 是没有归费和税金的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中华三家是五要素 然后考虑一定范围的风险费 考虑一定范围的风险费 那么请大家注意的问题是 这个风险费要考虑 但是这个风险费在中华三家里面 可不是单独的一项 中华三家就是有五个部分组成的 然后每一部分里面 你要根据需要承担的风险 考虑每一个要素 它的单价应该怎么去做适当调整 你考虑人工材料机具 每一项要素 应该把不同的风险费用含在其中 所以风险费用并不是单独独立的一项 并不是单独和独立的一项 这个问题呢 也应该要也应该要注意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要点 就风险费用不是单不是单列项 而是含在这个五个要素当中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风险费用啊 是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也就是说 通常我们现阶段 通过一三规范书也说的很明确 就是承拨人要承担价格波动 或者报价风险 但是一般来说 不要求承包人承担全部的报价风险 因为承包人他也承受不了 因为可能会存在物价的异常波动 所以通常情况下 承包人只承受承担 他能承担的那部分风险 也就是说 招报文件里面必须要给定 承包人需要承担的风险范围 承包人只把这个需要 自己承担风险范围内的那个 可能的风险费用或损失 含在自己的报价当中 而不是把全部的价格变化风险都向承包人转价 那样不合理 那样不合理 所以这个风险费用是一定范围内的 一定范围内的 那么当然这个风险费用呢 那我们刚才讲是隐含的吗 隐含是根据是用于化解在合同中约定的范围内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费用 一定范围内的市场价格变化有承包人承担 超过这个范围的变化应该由发包人自行承担 这是关于综合单价的解释当中需要注意的这么几个问题 最后在下一我们书上在黑题字五点上方那一段提到 那么清单计价活动啊 它的整它是涵盖了交易和交易之后全过程的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交易问题 它包括了交易形成价格 以及在交易之后实施阶段完整的价格实现过程 所以它涵盖了招标合同管理和竣工交付的全过程 包括边清单边最高限价边报价 约定合同价计量支付调价结算 包括计价纠纷处理等活动 都属于清单计价调整的范围 调整的范围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清单计价体系 那么黑题字五呢 就是跟它对应的一个定额体系 跟它对应的一个定额体系 那么定额体系 我们后面会再专门来提到 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有一些也是有些考题给大家来讨论一下 那关于清单计价下列计算师中正确的是 分布分项费是用分布分项量乘以 一般来说它不会乘功效单价 应该是乘以综合单价 所以A答案不正确 同样措施项目费也应该是乘以它的是综合单价 因为我们清单方式下都是用综合单价的 其他项目费是由四项组成 攒内金额 攒雇价 即日工 总承包服务费 这个是符合我们规范规定的 而单项工程造价 由服务分项费 措施费 其他费 税金组成 这个里面少了一个规费 少了一个规费 所以是不正确的 因此这个里面答案应该是C 其他项目费它是由我们说四项内容 会在第二节专门讲到 攒内金额 攒雇价 即日工和总承包服务费 这四项内容组成 在清单编制过程当中 设计图纸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规范和验收规范 可以用来确定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图里面的 清单编制图里面上面的那个方框 我们说了它只是和清单里面三个要素有关系 哪三个要素呢 就是项目特征 工程数量 是还有呢 项目的名称有关系 名称 特征和数量有关系 而跟编码 跟计量单位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考点 所以答案是ACE 它只和名称的确定 特征的确定 和计量单位的和那个工程量计算的结果是有关系的 这个点经常考到 比方说下面一个题 还是涉及到类似的考点 关于清单计价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说单位工程造价通过直接费 间接费 利润汇总而成 这个里面是缺了这个税金的 是没有这个税金的 因为间接费里面有归费 但是这里面少了这个税金也是不对的 计价过程包括清单编制和应用两个阶段 这是正确的 我们刚才讲了 一个编清单 一个用清单来记一下 项目特征和计量单位的确定与施工组织设计无关 这个不正确 单位虽是没有关系 但是项目特征的设定和施工组织设计是有关系的 D 招标文件中划分的由投标人承担的风险费用 列入综合单价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所谓的一定范围的风险费用 招标文件里面明确投标人需要考虑的风险范围 是要记住到它的综合单价当中的 清单计价活动伴随竣工结算而结束 这个不准确 因为有时候在竣工结算之后 还可能会有它的造价纠纷的处理 而清单计价活动 它还是和计价纠纷的处理有关系的 所以E答案并不正确 因此这个答案应该是B和D B和D 清单编制和清单应用的两个阶段的划分 两个阶段的划分 在综合单价里面是要包括招标文件中 要求投标人承担的风险内容和范围产生的风险费用 这是它的一个标准的表述 好 关于清单的这个计价的一个原理 程序过程大体这么多 我们书上在这一节下一个要点 就是关于工程定额体系的介绍 定额作为我们搞造价的都不陌生 是一个应该说你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个结束的概念就应该是定额 是一个规定的资源消耗的数量额度 可以从字面来理解 那么工程定额呢它是它是一个体系 首先呢我们说刚才讲工程定额 定额定额就是规定的额度 它从定义上讲呢 就是你在一个正常施工条件下 完成一个规定计量单位的合格的一个施工对象 就是建言工程所需要消耗的各类资源 以及时间还有相应费率的数量标准 我们称之为定额 就是你完成一个施工对象 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消耗 需要什么样的时间消耗 需要什么样的资金消耗 这些都可以归为定额的范畴 但是呢 既然这个定义呢 它就导致了定额是一个庞大的分类系统 根据资源消耗种类的不同 根据它的定额对象 就是你到底什么叫合格的建言工程啊 这个定额对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象 还是一个很小的对象啊 那么它就会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书上呢就给出了在不同分类标准下 定额做出的不同的分类的结果 讲了四种分类 四个主要分类 从考核来说 最主要的是前两种分类 一个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定额是消耗的资源啊 时间啊 还有资金呢 它的消耗标准都叫定额 那么按定额反映的生产要素 消耗内容来分类 这是最基础的一种分类 就把定额分成了人财机的消耗定额 劳动定额 材料定额 还有机具定额 机具里面有机械 有一细仪表 就是黑底子一点下方的呼一二三 是这个最基本的分类 劳动消耗定额 也就是人工定额 在这里面呢 这个内容上比较简单啊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 劳动定额的主要保险形式 是时间定额 就是怎么来表示人工的消耗呢 是用单位产品 需要工人的工作时间来表示的 用工作时间长短来表示 人工的消耗量 所以呢 我们也叫人工工日定额 因为人工的工作时间 是用工日来表示 但他说同时也可以表现 为产量定额 也可以反过来 倒过来 就是用一个工人工作单位时间 能完成多少产品数量来表示 也可以作为人工定额一种形式 叫产量定额 那很明显 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 是互为倒数的 是互为倒数的 跟人工定额类似 机具消耗定额也是差不多 因为机具定额里面 主要是机械定额了 机械定额也是 主要是机械的时间定额 用施工机械工作时长来表示 去消耗 机械的时长单位 一般用台班表示 所以一般我们也叫机械台班定额 叫机械台班定额 同样他也可以用 产量定额表示 产量定额表示 也是互为倒数 但是材料又不一样 材料就不能用时间来表示去消耗了 材料只能用它的自然单位来表示 不同材料用它不同的自然单位 是用敦重还是用体积 还是用面积还是用长度来表示它的单位产品的某一种的材料消耗量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分类 相对来说呢 考的不多 因为比较简单 考的最多的是第二种分类 按定额的编制程序和用途分类 分成施工定额 预算定额 盖算定额 盖算指标和估算指标五种 其实啊现在我们定额的改革方向呢 是抓两头弱化中间 大概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首先啊 作为施工定额 实际上它有更多的是从 更多的是讲一个企业的施工定额 就是强调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定额数据 同时国家的投资管控 应该是注重前期的这些定额指标 而中间的这个定额的体系 中间的部分呢 它会弱化 而更多的由市场的这种定价机制 来取代国家给你一个统一的计价依据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呢这个定额体系目前来看 还是存在的 还是还是存在的 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其实最主要的考点 就是在40页最下方那个表211 关键是要掌握 在这五种定额当中啊 施工定额 以其余定额之间的性质的区别 它们的差异 这些差异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最下方这一个部分 就是定额的性质不一样 除了施工定额之外 其余的所有定额都是计价定额 而施工定额呢 是一种生产性定额 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除了施工定额之外啊 后面的所有定额 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什么是什么呢 就是在项目建设的不同阶段 去计算造价 只不过阶段不一样而已 所以它目的都是为了计算造价 但是施工定额的目的呢 它主要不是为了计算造价 为什么 因为你从字面理解 施工定额 施工定额 什么时候用的 施工的时候用的 而在施工的时候用的定额 它的主要目的就不是计价的 为什么 根据我们的正常的建设过程 肯定是先有招义 先通过招投标 先有合同 然后才会去施工 所以说你在施工的时候 这个价格应该事先已经确定了 因此在施工阶段 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计价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既定的合同价格水平下 我如果能够通过施工管理 节约消耗降低成本 就可以提高收益 所以施工定额 性质是一种生产性定额 它是一种用于生产管理的定额 正是因为性质不一样 导致它定额水平也不一样 计价定额都是平均水平的 而施工定额一般认为是 平均先进水平的 因为施工定额它是要去做 它的目的是为了降号 降成本 所以它必须把这个目标呢 盯得比较 往前提 目标的比较高 让你去够那个目标 它不能以平均水平来盯目标 这样的话就没有激励性了 所以呢 施工定额是平均先进水平的 而计价定额是反映计算价格 反映价值的 它应该是用平均劳动时间来反映它的价值 所以它这都是平均水平的 同样因为目的不一样 所以呢 施工定额向我划分要最细 为什么 因为你管理啊 你管理要想达到管理效果 你的管理对象越细化越具体 管理效果就越好 所以施工定额要分向最细 定额子目最多 管控的目标越具体 越容易达到管控的效果 而计价定额呢 我们认为就不需要达到这个程度了 注意啊不是不可以啊 是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计价目的是要算造价 算造价呢 当然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你子目分得越细 计价的精度应该会越高 但是反过来讲 计价的工作量也越大 需要的 或者说你利用这种定额来 利用这种定额计价 你需要的支撑性的数据资料也越多 啊 并且计价过程也会越复杂 越困难 因此我们做了个权衡 就是说 不需要分那么细 而只是呢 每一种计价定额 它的分解程度 适合这个在项目在某一个阶段 所能够获取的数据信息的详尽程度相匹配的 也是和在这个阶段进行计价工作的精确度的目标要求 相匹配的 只要达到在这个阶段我们计价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了 能省事呢 就省一点事 啊 就是能够用最少的工作量 能达到在这个阶段计价的基本的精度要求就可以 所以它的项目划分呢 是适合在某一个阶段计价的这么一个对象划分啊 它就它不需要多划分到尽可能细的程度 因此呢 因为施工定额分向最细 所以它对象一般是一个最基本的施工单元 是一个施工过程或一个工序 工序的问题会在第二章的第三节来专门讲什么叫工序 而其余的定额 计价定额 它的对象划分 就是和在这个阶段需要的计价精度相对应的 预算定额对象是分向工程或结构价 预算定额对象是扩大分向或扩大结构价 预算指标对象是单位工程 而估算指标对象可能是完整的项目 也可能是单位工程 也可能是单位工程 这就是我们定额间的关系的比较 主要是呢 掌握施工定额与其他定额之间的一些性质水平和划分程度的差异 另外两种分类相对不是很重要 我们不再细说了 下面是我们今年书上新增加的一些内容 专门在这儿介绍了我们定额的改革和发展 两大块 一个是在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当中提出的对定额改革的一个方向性意见 这个呢我们已经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 不过在这儿我们正式的把它描述出来 让大家呢作为一个知识点来掌握 在42页的第二段和第三段 其实在在改革工作方案里面对于这个技嘉依据的讨论呢 有这么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完善技嘉依据的发布机制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是要优化概算定额 估算指标的编制发布动态管理 前期估价需要的定额 要尽可能准确 要尽可能动态更新 而涉及到交易问题的 就话锋一转 取消最高投包限价按定额计价的规定 并且逐步停止发布预算定额 它就严格区分的是前期的管控目标的设计 还是在交易时的交易价格的形成 交易就要给就要给市场 由市场自主决定 而前期的管控目标 更依赖于合理的定额水平的制定 同时为了作为这个对定额数据的补充 我们还强调了加强工程造价数据的积累 要建立国有资金投资的造价数据库 那么要按照不同的地区 按照不同的工程类型 按照不同结构类型 分类发布人才 包括各类的项目的造价指标指数 还提倡利用更先进的技术 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 为概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就不一定有定额 因为定额它更新并慢 我们就用实时更新的 这种以往工程数据 来能够及时的得到 目前这个项目造价是多少 利用更充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 能够更合理的更准确的 更快速的来得到概预算数据 那么下面我们书上又分析了一个 大数据技术对工程定额编制的影响 如何更好的利用大数据方式来编制定额呢 那么主要内容呢 我们掌握标题就可以了 一个是对于企业定额编制的作用 企业数据的积累 怎么能够用大数据技术来得到更准确的企业定额呢 用大数据技术来实现企业定额测算和管理的高效化 用企业的过去数据积累能够自动成为 我们企业进行报价的一个数据支撑 而对于统一定额来讲呢 对于是工程定额编制和管理的动态化 及时的更新 及时更新 因为大数据的数据的技术是很快的 不断的有新数据进来 一旦有新数据的更新 我们就会自动的去形成更新后的 更准确的动态调整的定额数据 以及工程定额编制和管理的市场化 由多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来形成最后可信的那个定额数据 而不是由我们的最大管理部门一家 在那儿坑制坑制一家编出来的 而应该是由市场主体来共同完成的 它是反映一个市场的真实性数据的 这样它的定额呢 编制才更准确更有效更实用 这就是我们对于定额改革发展的 一个今年教题当中补充的一些内容 当然了不太可能作为主要考点 大概了解一下 主要呢对于这个标题啊 有所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考文的一些题目 说下列定额当中 定额水平应反映社会平均先进水平的事 我明确了 所有定额里面反映平均先进水平的 应该就是施工定额 其余的都是计价定额 都是应该是反映平均水平的 计价定额是反映平均水平的 反映完成一定计量单位和个扩大结构价需消耗的人才机数量定额的事 定额对象是扩大结构构价 那么这个定额呢很明显就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盖算定额 不同定额它有不同的定额变成对象 这个应该分清楚 预算定额对象是分项 盖算定额对象是扩大分项 盖算指标对象是单位工程 而估算指标对象是一个完整的项目 或者是个单项 或者是一个单位 答应应该是B 这一题呢很有意思 下列定额中项目划分最细的计价定额是什么 这个里面注意啊 它既说项目划分最细 同时又说是最细的计价定额 那么它是在计价定额里面 谁的项目划分最细呢 那么当然是C预算定额 在四种计价定额当中 预算定额划分对象最细 是以分项工程为对象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C 因为施工定额并不包括的计价定额当中 我们一般想看到分项最细呢 很多人就不自觉的去想去选施工定额 但实际上这个题目问题是 分项最细的计价定额 所以它的最后的结果应该是预算定额 答案应该是C 关于第二章第一节 有关计价的原理的描述 大体上我们就说这么多内容 annual发展nten月 эн�管理的牙 novel 颗兹的手-ben 咸然会指向视频 iss院 más亘算计划分开